利特万无视中方严正立场 罔顾双边关系大局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 开创了恶劣先例 对于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行为 中方必定会做出坚决和必要反应 背信弃义 一错再错的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咎由自取 自吞苦果 如果真像立陶宛外长所言 立陶宛政府仍然能够在外交政策上做出独立决定 那我想问一问 立陶宛外长现在正在美国做什么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